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让我们下午能够集聚在会堂里头 共同来查考圣经道理 敬拜真神 下午继续早上所讲的 下午我们要开始讲第四点下面的 有哪些事情会使圣工人员来迷失自己 让信心软弱 下午我就是依照这里头下面的九项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个人在领会的时候 总是会说一些见证来穿插进去 所以可能不会讲那么多项 假如没有讲完的话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讲章在这里头 大纲就在这里头 想你有兴趣的话 回去自己看一下 可以从经节里头 我不敢说全部都很清楚 但毕竟都是圣经的道理 可以做我们彼此的参考 那假如说有讲到的 我只是多穿插一些我的见证里头 丰富内容 做彼此的勉励 现在我们就是照先讲这个 荣耀使人迷失 我们看列王纪上 列王纪上十八章 列王纪上十八章 三十八节三十九节 列王纪上十八章 三十八节三十九节 旧约圣经四百四十七页 三十八节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 烧尽环祭 木材石头 尘土又烧干 这个沟里的水 三十九节 众民看见了 就浮浮在地的说了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阿们 以利亚的迷失 并不在皇后耶洗别 下杀她的命令 乃是她站在加密山上 她求神 因为要跟这拜 偶像这些八百五十位先知 在那边斗法 个人求告自己的神 看自己的神 是不是能够 把他们所献的 祭物来烧掉 那我们从这个十八章里头 我们可以很详细地看 我们的先知 以利亚先知所献的祭物 旁边还有倒水 可以说比这个 拜这些八百五十位 这个贾先生 所献祭物的祭物 还更严格 他们只是把祭物上去 我们的在四周围挖水沟 让水倒进去 祭物还淋散这个水 那你想想看 要让它烧起来不容易 你只要湿的东西 火要燃烧起来不容易 而且要把它烧尽 但是因为 要证明谁的神才是真的 所以个人求告自己的神 那些像那些假先知先来拜 从早到晚 到下午 拜到他们神都没有听 结果他们就好像我们现在的鸡桶一样 跳到整个后面都伤很累的 可是他们的神明还是不听他们话 好不好 那现在该谁来 就该这个以利亚先知上场 以利亚先知就祷告了 祷告以后 把神垂听到祷告 就降下火来 就马上把它祭物 那些几乎有淋水 旁边有水 全部烧干净 可以说假如不是真神 怎么会有这样的 这种大能力 所以众百姓看到 以色列百姓看到 这个以利亚先知 向神祷告 相对跟这个拜偶像的 这些假先知比起来 当然是知道 所拜以利亚 所拜的这个神 才是真正神 所以就在 我们圣经这里 39节这里说 后半段这里 都有讲到说 他们众民看到这种情形 这种浮浮在地里 就说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之神 就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以利亚先知迷失 迷失在荣耀之中 虽然圣经里头 38节 39节 没有写出 说以利亚先知怎么样迷失 那他讲出 他迷失在荣耀之中 我想大概有这个可能 就有一点成就的时候 人总是会 是我能力嘛 我行啊 要不是我 人的话 我这个能力够的话 神怎么会降下火来 把这些全部烧尽呢 不是我厉害啦 是我能干 所以才有办法 这种就不容耀神了 所以 所以他迷失了 有时候我们在 布道会期间 或是我们要做一件 福音草会的事 有带你木道层面有来 或是 零用布道会结束后 我们的成果 我们这个 受洗多少 还有这个 受盛的营述多少 有时候就说 今天有人来 这么多人来受洗 都是我带来的 就是 就是 私下以为自己 能力够 哪里晓得是 你今天能够带人来 不是你 不是你行 是神的人力 神的恩典 神的怜悯 然后带领他来到 只是借着你的口 借着你的手 带领他来信主 来认识这位真神 所以你有这个成就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 归荣耀给神 那以利亚先知 为什么这时候迷失了呢 这三八节以后他没写 但是我想 我在想说 他为什么迷失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情形 他就是为什么会软弱呢 为什么听到这个 王会耶稣比亚沙大的时候 他害怕了 逃到罗神世俗下 向神求死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一下子信息那么好 怎么比方这三百六十度 什么大转弯呢 就是他迷失自己了 没有归荣耀给神 所以我们凡是在做主公的时候 稍微有成就 或是你在社会上 神祝福你 让你有所成就的时候 感谢神 神帮助我 神给我的机会 归荣耀给神 你越谦卑受教的话 神越施恩典给你 你越觉得自己行的话 神你就有了 干嘛他再给你 就像我们自己的儿女一样 你看我们儿女 我们每个都疼爱 但是假如有一个 他表现比较 你看起来比较弱的时候 你会特别 是不是要照顾他多一点 神也是一样 你只会觉得你很谦虚 很谦卑的 神当然要祝福给你更多 倘若你觉得 你都有了都满了 那干嘛要再给你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 荣耀使人容易迷失 从以利亚这个例子 让我们学习到 荣耀是有成就 我们要归荣耀给神 千万要谦卑受教 神的恩典才会多多的祝福给我们 第二 我们来讲这个 盲乱使人迷失 我们讲马大之力 我们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第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 新耶圣经九十六月三十八节 他们走路的时候 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 接她到自己的家里 三十九节 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 在耶稣脚前坐着 听她的道 马大事后的士多人心里忙乱 就进前来说 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来事后你 不在意吗 请呼她来帮助我 耶稣回答说 马大马大 你为许多的是失利环老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 那上好的福音 是不能夺去的 阿们 从这里头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故事大家都很熟练 这马大为了接待主耶稣 他非常忙乱 他向主耶稣 就抱怨 说他一个人在厨房里这么忙 妹妹 却在你的脚前听你讲道理 应该叫他来帮忙 我才对 但是主耶稣就告诉他说 不可少了一件事情 耶稣在意的是什么呢 耶稣并不是说 马大你接待我 胡适这样来 遭到也不好 而是你为了接待我这件事 你生气了 你真的不了解我 耶稣在意的是什么呢 你想跟主耶稣常常接近的时候 比方说你在下 你跟妈妈爸爸常常接触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 爸爸妈妈在意的是什么事情 那这个玛利亚 他知道主耶稣是什么东西 要听道理 主耶稣跟他相处不多 他知道把握机会 主耶稣也知道 他要赶快把握一些机 要赶快讲给他们听 得救福音要讲给他们听 可是马大你他不了解 他常常有时候 主耶稣也疼在他们一家人 虽然他家去做客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 体会到主耶稣的心意 没有办法跟主耶稣建立 这个亲密的关系 就是有所连结 所以他只是用自己所在意的事 你来我家做客 我就要用最好的餐点 最好的食物来招待你 其实他不了解主耶稣的用意 在什么地方 所以说主在说 你不可少的事情 就是要领受神的话语 这是得救的福音 也是得救的真道 也是我们圣公能源 追求的目标 所以说呢 做圣公除了要侍奉 但是也要领修 要领修加强侍奉 就是38条42条告诉我们 做主的工不只要做 要侍奉也要领修 但是我们有时候 当你有时间不够用的时候 请问你 你会 是不是 减少祷告时间 干脆今天晚上不要来聚会 因为我们忙得要命 哪有时间去聚会 哪有时间去听道理 你是不是做这样的打算 这里这段故事就告诉我们 当你有面临抉择的时候 您是请问你 是哪一项为最重要 但这里告诉我们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两者都很重要 但是两者在重要当中 您要看什么事情 当然以领修为最重要 领修还在以为最重要 我自己也曾经有这个经验 早期刚刚在当副职人的时候 因为教会刚成立的时候 我很忙 其实我也没有到 忙到说聚会时间 没有上去听到 也没有 也是聚会时间就过去 但是有些人 在耳边话就讲 你是贯职人 怎么都在办公室不出来 其实没有 就是因为总务公文比较多 有时候来的时候就整理一下 放一下就上去 也不是没有 但是我把它聚会听在心里 虽然很忙 但是我绝对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头 就是在忙的事情 我要等 我礼拜六 以前 假如晚上回来后 有空 利用时间来整理 要不是礼拜天来教会来整理 这是我的工作 但是我一直保持这个心态 就是服事圣工一定要把联修看第一 但是我自己后来慢慢发现到 现在有些 有些教员 一些年轻的 一些的负责人 他们在教会 圣工人员 很值得我们来提醒他们 做一番醒思 有时候早上 礼拜六 来聚会人数都比较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年轻人 爸爸妈妈年纪之后 有的跟我们差不多 孩子很辛苦 就是上班 礼拜天礼拜五 我上班那么有时候 都责任制的 回到很晚了 所以礼拜天 礼拜六早上 就让他睡晚一点 就睡到 有时候睡到 差不多10点11点 有的还知道说 要赶来教会 差不多10点半左右 11点才赶来教会 做一个祷告 还有的 有的干脆就不来了 他就下午才出现 下午为什么出现 因为教会有排他儿童聚会 或是前年班聚会的课程 所以他才来 你想他来参加聚会才来 都没有参加联修 那怎么会造就这些学生 不可能 有的负责人也是这样子 平常很忙 来到教会就是在办公室 你这忙忙 人家要听聚会 就都没有 都不出来 出来的时候就是人家 要结束了 这样也不好 我曾经到某一间教会去 听到教会的那些 有一位长子他告诉我 他说你不要看我们这些负责人 我们这负责人实在很不简单 很感谢主 我说怎么一回事 他就说给我听 他说我们这边的负责人 他们上班都很忙 可是晚上聚会都会来聚会 可贵在什么 他们上班是责任制的 他们到这个7点半到8点半这段时间 他们是向公司先把这个 我还要回来做完你的工作 我不是说7点到8点半我就 做完我就回家 没有 没有做完的 他聚完会 他又回到他公司 又把他东西做完 他说你不要看他每天晚上 或是有聚会时间他来聚会 难道他都很闲吗 没有 他是把那个时间 7点半到8点半时播出给主耶稣 他们来听道理 然后结束有再回去 那我说他们有些教会的一些 他们服事的 比如说要收工 或是其他的工作怎么办 他们说他们就利用 礼拜天或是休假天 特别来教会做的 绝对没有影响到教会的胜功 而且都来准时来听道理 还有的 他们盼到教会的灵恩步道大会的日期 他们都把他们的假都累积在那个时候 很难得 尤其现在你要累积假期 要排在一起 除非你在工作上面 你忠心在做事 得长官信任 所以有时候时间就播出来 他们就把好不容易把它累积 那个六天的灵恩步道大会的日期 播出来 就全部休息 全部来服事教会 我听很感动 我说还有这种 目前还有这些的年轻人 还可能这么花费时间 这是我们早期的做的人 或许还觉得有这种情形 不过现在后来年轻人 有这样感谢主 真爱主 后来这些年轻人 后来一一的被安理长职 因为他很认真 就是这个情形 教会看他 看中心在做事情 这是很值得 我们作为一种醒思 我们现在在扶持教会正宫 是不是这样子 忙乱的 是我们容易迷失呢 我们参考一节经节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30章 这一节 我相信大家都常常 要写卡片 或是写经济 再勉励大家 以赛亚书30章15节 以赛亚书30章15节 旧约圣经839页 15节 30章15节 主耶和华 以色列的圣者诚如指说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永 你们静置不肯 我们常常在 这一节经节 我们都非常熟悉 可是我们都用前面的那两句 在勉励大家 说 这个 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得利在乎平静安永 可是下面那几个字 你们静置不肯 我们常常没有想到这几个字 对不对 这几个字告诉我们 前面是告诉我们 休息就是要灵修 要重新得意就要灵修 才会有力量 可是 你们静置不肯 就是你们不愿意做 所以没有办法得到力量 这是我们现在 在忙乱的社会当中 我们每个正工人员 或是我们在社会上的工作 也是一样 该休息就休息 但是 有时候 到晚上 一两点才睡觉 所以有时候 这个年轻人讲 晚上这么忙 你们既然有人责任是上班 回来 已经回到 有时候晚上聚会 你们都赶不上 因为回来就是八九点 那为什么你晚上 还要到一两点才睡觉呢 为什么不好 培养自己的体力 明天才好好上班呢 也不至于说礼拜六 你没办法来守安息 都要下午还来了 这就是我们自己 静置不肯 你只要有 注意调节自己的身体 你一定 一定有很好的体力 睡眠充足一定可以 圣经也告诉我们 但是你们静置不肯 所以忙碌当中 我们要静下来 这马大就是 忙碌当中 迷失了自己 这忙碌当中 你肯牺牲什么 你肯牺牲 跟神的时间 还是自己 休闲的时间 自己娱乐的时间 这是值得我们 好好来做一番的行事 再来我们看第三个 我们惧怕死人迷失了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 马太福音第八章 马太福音第八章 第八章23节到27节 这个平静风河海 这个故事 大家也都常常 在不管我们宗教教育系 这课程你常常拿出来讲 或是我们成人领会 传道者领会者 也常常用这一节 来互相勉励 我们看二三节到27节 耶稣上了船 门徒跟着他 海里夫人起得暴风 甚至船被泼烂掩盖 耶稣却睡着了 门徒来叫醒了他 说主啊 救我们 我们要上命 上命了 耶稣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 为什么胆怯呢 于是起来 斥责风河海 风河海就大大的平静了 众人稀奇说 这是怎样的人呢 连风河海都听从他了 这里告诉我们 这个门徒跟主耶稣 同搭一条船 在海中起的暴风 几乎要被这个大风 让他引灭 人人几乎有生命危险 各个惊慌失措了 但是看到主耶稣 却睡得很安稳 叫醒主耶稣 快要上命了 叫醒主耶稣 主耶稣就责备 26节后 你这小信 为什么胆怯 斥责风河 这平静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有时候 我们如同的当时的门徒 遭到困难的时候 忘记了主与我们同在 恐惧的心理让我们迷失 这些门徒跟主耶稣不是说 才一天两天 他们跟主耶稣已经一两年的时间了 照理说 他们应该认识主耶稣才对 既然主耶稣跟我同传 我应该不怕才对 就是像我们现在 我们有圣灵跟我们同在 有困难的时候 有遇到患难的时候 我们怕什么 圣灵跟我们同在 主跟我们同在 怕的就是你有圣灵同在 你还怕 像有人生病的时候 怕死 很怕 没想到我们有主耶稣依靠 生病的时候 马上就赶快 找什么名医 开什么名医 让我们得到医治 忘记了说 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也有主跟我们同在 这个医生也是神所创造的 他能够开这个名医 也是主耶稣赏赐他的智慧 我先要祷告主耶稣 那主让我们平安 心里先安静下来 主做我们依靠 然后再决定哪一步骤 一步一步来都不会慢 不会这么惊慌失措 所以人家说 所谓的真平安是什么 真平安不是让人说 在一年之间 让你的环境突然间改变 或是让你的病情 神机性的完全康复 就是真平安 不是这样子 真平安是什么 是说我们 不管遭遇到任何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都有神的美意 神随时都做我们依靠帮助者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 那我们有圣灵 所以我们要得到真平安 就是在患难当中 都要记得神跟我同在 就像这条船一样 我们这条船 耶稣跟我们同在 外面世界就像早上所说了 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 就这个海在这边 什么设取风浪 这魔鬼要来试探我们 或者破坏我们 都没关系 因为我们就在风浪中 主跟我们同在 同一条船 主耶稣还当我们的船长 我们有何惧怕的地方 问题是 你有没有了解真平安 是不是你知道 主跟我同在 你是不是知道说 我有圣灵 就是主跟我同在的保证 不要怕 所以 惧怕神的迷思 让我们想起一件事 让我们做信仰的形式 想想看 你受圣灵了没有 你既然有圣灵的话 那为什么有时候 叛到这个风浪 这是困难的时候 病痛的时候 还是跟外邦人一样 跟没有训主的人一样 大声小叫 在近乎要叫主不救你 或是甚至都一直急得 好像要马上找名医 名要来医你的 的那种囧状发生 这是值得我们省思 主跟我同在 圣灵跟我同在 怕什么 就死也跟主同死 随时准备好了 就是这样子 这是我们从这个 惧怕神的迷思 让我们得到的 这个显示的答案 再来 我们看使徒行传 我们探欲神的迷思 使徒行传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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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到十一节 使徒行传第五章 第一节到十一节 新耶圣经一百六十九页 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 同他的妻子撒拉菲拉 曼尼田长把嫁淫 失智留下几分 他的妻子也知道 其余的几分 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彼得说亚拿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 叫你欺哄圣灵 把田地的嫁淫 失智留下几分 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自己的 竟然卖的嫁淫 不是你做主的吗 你怎么心里起了这个意念 你不是欺哄人 是欺哄了神 亚拿尼亚听见这话 就扑倒断了气 听见人都甚惧怕 有些少年起来 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 因为过了三小时 他的妻子进来 还不知道这些事情 彼得对他说 你告诉我 你们麦田的嫁淫就是这些吗 他说就是这些 彼得说 你们为什么童心 要来试探主的灵 埋葬你丈夫的人的脚 已经到了门口了 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第十节 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 断了气 那少年男 进来 见了他已经死了 就把他抬出去 埋葬在他丈夫的旁边 全世界 全教会的人 听见这世人都慎惧怕 阿们 这你告诉我们 这贪欲失人 容易迷失 这个亚拿尼 这对夫妇 你说钱财 他老师说 他太有钱财 才卖钱财 但是呢 他卖钱财 要奉献给教会 他是为了什么 为了名 你看 我会把我的钱财卖掉 我来奉献给教会 为了名 其实 你卖的钱财 你自己是要留几分 你假如说我奉献 我又留下几分 我只有奉献这些而已 这样老师说就好 你没有 我全部都奉献 都是我卖的家人 全部奉献 其实自己怎么样 为了要名 因为自己钱财 也不缺用 还自己要保留一些 一些 难怪彼得 看见说 欺奉圣灵 欺奉了神 就死了 就他太太一进来的时候 问他说 你要奉献就是这些吗 他说对啊 就是这些吗 跟他先生所讲的一模一样 那当然也一样死 被欺奉圣灵 被圣灵击打而死 所以让我们晓得 现今在我们教会 授奉 想要得到 这个财力 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要得到名神 就比较容易的 使徒行代的时代 这个亚拿尼亚夫妇 就是这个见戒 亚拿尼亚夫妇 就是因为 贪腐虚民 使得原本 神愿那奉献 成了最不可赦的 其中圣灵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说的 圣灵应该引以为戒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 那里也告诉我们 我们要羡慕善功 羡慕善功 你那个 你的心智是这样子 比如我 我做圣灵 我希望有一天 我能为主耶稣 做更多的功 但是你自己的心态 你要纯正 你要自己的心态 就是要出名 不是这样 神要给你的 总会给你的 不要贪图 那个虚民 你越想要 也不可能得到了 我也听到 有一个父母亲 为他的孩子 来给负责人说 我孩子也不会输给人家 为什么 他都不能够 做个班负责 以前在教育系 都说 为什么不能够 做班负责 他的能力 跟他的学识 他的都很好 为什么不能做 反正要给他讲 我们教会 不是重视你的学历 是看你的品德如何 你看主耶稣的门徒 哪一个是 是有学问的 很少 大部分都是 无学小民 木匠 赌鱼的 可是他们能够 为主大发热心 为传福音 做了功 会比那些 有学问还少 不见得 在我们真耶稣教会 也是一样 我们早期的传道工人 大部分 不是说每个都 像外教会那样 非常有学问 学历很高 不见得 但是他们是 让我们这些后辈的 这些的后进 看到前辈 就是这样靠 主的圣灵通工 好的品德 圣灵做工的 你一贪图 虚民 你越想得到 越不可能得到 所以让我们知道 从亚拿尼亚这个情节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教会里面 羡慕那个善功 那你用心智是没有错 但是你里头的品德如何呢 能够配上你的心智吗 你要考虑 要看看 所以我们说 你尽量做 人家教会拆派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去做 也不要闲 我要做 我一定要那个才要做 主要用你的时候 他就会自当用你了 有一天 你想我想不到的事 神就已经到你了 我记得 有一次 我在教育系的时候 有一位 我请一位 一个国中毕业的 一个弟兄 请他来接这个 幼淫班帮负责 他告诉我 他那时跑来告诉我 他说 黄老师 为什么 找我呢 我班里的 也都高中毕业 也有大学毕业的 他们都比我学历比我高 我只有国中 为什么 你要选我做帮护者 他们都 也都比我 学历都比我 比我好 为什么 你单单选上我 我说感谢神 第一点 你有胜利 第二点 你平常 你做得很努力 而且 也不是我厌重你的 是我们职务会 也结合你的所事 他们通过了 我职务会 我寄负者来告诉你 说请你出来 他说不行啊 他说不行 我说 那这样子 没关系 回去祷告 祷告 我妹妹帮你祷告 我们坐看看 假如神跟你同工的话 你不要说 不要说一年坐不下 你可能三年都坐得下去 假如神不要你 你可能一季都坐不完 可能坐不到十几堂课 你就不想坐下去 好 我试试试试 我帮助你祷告 就感谢主人 你看 一个职尔国中毕业的 他把他那一班带得非常好 而且带得联系三年 带得好好的 这是什么 这是圣灵带赢 在我们教会年 不是看你的学历 学历算什么 你小平衡的学历 比人家优异 可是你一点都不顺服 一点都不谦卑受教的话 神会与你同工吗 刚刚我已经说过 主耶稣的门徒 这是无学小民 可是主却与他们同工 这是告诉我们 我们在做主的工的时候 千万不要贪图虚民 最主要尽量去做就好了 主知道我们的心 他时间到 他就会给你更重要工作 让你来做 我们再来看 我们看第六点 跳过第五点 我们看第六点 列王祭赏十九章第四节 时间关系 有的我都跳过了 列王祭赏十九章 刚刚早上我们读的这个第四节 列王祭赏十九章第四节 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来到一棵罗藤树下 就坐在那里求使说 列王祭赏十九章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这就是不胜于列祖的迷思 就有比较的心态 人在做任何事 总是喜欢跟别人做比较 看谁做得比较好 在圣公上也是如此 能够得知比别人好 就心中就觉得很爽 但是有指教的时候 人家说我们怎么样 哪一点应该改进来 就蛮腹牢骚 不愿听人家的指教 而怨声带道 像这种不必要的心态 因为神个人的恩事 本来就不一样 既然不一样的话 主看重的是 我们那一颗 肯做工的那个心 所以说不要跟人家比较 我们看约翰福音21章 我们参考约翰福音21章 这里有说出了一个比较 约翰福音21章 这个我们说彼得跟约翰 21章18节到22节 约翰福音21章18节到22节 这个新约翰福音21章 21章18节到22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树上带子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树上带 带你到不愿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是指的 彼得要怎样死 荣耀神 说了这话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吧 彼得转过来 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就说 那个所爱的那个门徒 跟着就在晚饭的时候 靠着耶稣胸膛 说主啊 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 彼得看见了 就问耶稣说 主啊 这个人这样怎么样 耶稣就对他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你跟从我吧 这是什么 这在说什么 这比较 因为这个彼得 耶稣给他讲 18节是 将来你要怎么用死 你要做主的功 怎样来荣耀神 他看了说 我要这样来荣耀神 你还死 那在你胸膛那一位 约翰他将来怎么样 我要这么样的死掉 他那么舒服 他跟主耶稣在谈 那他要怎么样 主耶稣就回答说 就跟我们刚才说 他将来怎么样 这是我跟你没关系 这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跟人家比较 不要彼得在比较约翰怎么样 你要做什么功 神 将来要你怎么样 说神才定好你的脚步了 所以说我们要比较是 跟自己比较 到底我们有尽多少心意 有人说 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要努力了 但是都饱了吗 都满足吗 不见得 所以在那个 迦太书第五章22节23节告诉我们 我们要多求 这个圣灵的果子 那有人说圣灵果子是9颗 不是那是1颗9种形态 就是那就是人爱 喜乐和平 人爱恩时良善信实温柔节止 这9颗 这不是9颗 是1颗 这1颗9种形态 那你们想想看 我在做圣灵里头 这人爱 我没有爱心 有爱心的 那你有没有喜乐 整天愁眉苦脸 你要看到你这愁眉苦脸 怎么会喜乐 信徒看到 好像欠你好几百万一样 我没有喜乐 那有没有和平 就和睦 你想想看 你有没有和睦 所以圣灵结这个果子 它行出来的形态 有这么多种 请问你 有没有追求 所以不要跟人家比较 比较你自己就好了 你有没有做到 别人有没有做到 跟你没关系 你自己做的最重要 所以说 我们为什么会在侍奉当中 迷失自己呢 请问你 请问我们自己 你是不是跟其他同仁 在做比较呢 你在职场上 有没有跟你的同事 在比较呢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 有时候我们进行在做的时候 主都知道 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 我一个同事 因为我前两天 我还跟我太太在竖算 我服务公务人员 我以前是在那个前身 我是行政新闻局退休 服务公职 我服务了三十年 当兵两年 因为我那个义官义 加成功年两年 总共三十二年 那我三十年的服务当中里头 我要算起来 我只有三年考级一等 其他二十七年都加等 那我这里头 三年的加等 是第一年 我进到局里头 因为我菜鸟 一定牺牲掉了 第二年 因为长官觉得说 他要升迁 不然他要挡住他的路 所以说希望我让给他 我让给他 第三次我记得很清楚 第三次 因为我每年都加等 那个同事他嫉妒我 我不知道 他实际上跟我的长官说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所以长官不知道 就那年给我打一等 后来事后 长官知道说 他误会 误解我 后来给我解释 我说没关系 反正你刚来你也不清楚 就是这样子 为人就是这样 我们基督徒也不予人生 你就是这样子 后来 我们也跟人家比较 有人会比较 就是基督处于这样 后来过了两年以后 有一年 我记得民国96年 有一次我的处长 叫我进去办公室 因为我的处长有时候 对我很好 他就告诉我 他说 我们要推荐 局底的谋判公务人员 处理有想推荐你去参加 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长官我没有意见 不过要推荐的话 听说要连续 连续要三年考期加等 可是我又一年移等 没办法 之前是五年了 现在改为三年 我说没办法 这就是那个同事告我的 所以我给我讲 除了我今年加等 那个处长告诉我 说你怎么知道我今年不打你加等 我说现在才九月多 你怎么知道 年底才打十二月份才打你 现在就打我加等 怎么可能 他说我就要打你加等 我就提报你上去 结果呢 他的提报上去 连续三年考期加等 报上去 97年 报庭上面 合可了 就是 魔法公务人员 后来我记得我的同事 其实我有很多 因为我在局底很久 很资深 有些审查委员 有的都是以前我老同事 他们思想 他们透露告诉我 恭喜你 约束兄 恭喜你 你这次在我们人品会里头 你是魔法公务人员 恭喜你 迟来是喜悦 恭喜你 可能也是你将来退休 最好的一个纪念 我说谢谢你 反正你不争 我又没有向人家去拜票 不可能去跟人家拜票 不可能 这样子 神就不跟人家比较 不跟人家争 就这样子 你知道我的情就这样子 神就回报我们 所以我们有时候 基督徒有时候 不要像外邦人一样 或是跟你在比较 在职场会发这种事情 在教会里头 爷爷会 看某个弟兄他有恩事 你比较没有恩事的时候 你会羡慕他 应该我们羡慕他 这是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嫉妒 为他多祷告 我们求神 祷告中求神 让我们有加大太书 五章 二十二节三节 那九种形态的果子 可以向神祈求 这是很好的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个第八 第八 耶伯苦难 我们看耶伯记 耶伯记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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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节到十六节 七章十五节到十六节 就位圣经六百六百三十二页 述节 甚至我林肯 耶死 林肯死亡 甚至 留我这一生的骨头 我愿弃性命 不愿永活 你认凭我吧 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幻 我们再来看第十章 第十章 第十章十八节到十九节 十章十八到十九 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 不如我当时弃绝 无人得见我 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 一出母胎就被送入伏母 阿们 这耶伯他在受事业的时候 业之间使他的儿女跟财产 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人在苦难当中 有时候就是像这种情形 可是神却称赞约伯 约伯有向神求使 圣经里头有向神求使 但是约伯是向神求使 但是他没有自杀的行为 有自杀行为也有 像那个扫罗 还有这个参僧 还有心力 还有好几个 他们都是向神求使 自己也自杀行为 这是大不应该 那这个 耶伯他受到苦难的时候 人生一夜之间 使家产 而孩子都死掉的时候 难免他有软弱 他向神付出求使的念头 但是感谢主 他没有讲出自杀行为出来 那我们人也会软弱 我们有时候人在软弱的时候 碰到大灾祸的时候 有时候讲出这种事情 有的人真是自杀 但是不对 换死罪 有的人讲出来 后来求神赦免 因为没有行为表现 感谢主 就像是耶伯 耶伯他在耶伯记一章一节 那边也曾经说过耶伯 他是个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二世的艺人 在这个以西节书十四章 之前有查考过 以西节书十四章 十四节跟二十节的样子 都有说有三个艺人 包括挪亚 耶伯 但依里 耶伯是艺人 所以你看 连艺人耶伯他都有软弱的时候 他有向神求死的念头 但是他没有收拾 做出自杀的行为 所以神怜悯他 神爱他 差三个朋友来给他安慰 可是你知道吗 从耶伯记四十二章里头 你只要从头到尾来查考 你就知道了 人的安慰不能够让人 得着真正的安慰 只有从神来的安慰 才能够让人得着真正的安慰 所以他朋友 刚来的时候都不讲话 这是对的 可是后来就开始指责 耶伯不对 三个朋友就讲 以利福出来讲话 他也不完全讲得对 后来神亲自出面了 耶伯你说吧 你做天相 你看这为什么会有的 为什么呀 你说啊 耶伯哑口无言 他才知道 原来神是伟大 我算什么 以前昏文有神 现在真正庆明看到神 所以有时候我们判到患难的时候 我们要从这个 罗马书 罗马书好像第八章二十八节那里 我们看罗马书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说个见证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新耶圣经两百十八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 这里告诉我们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耶伯虽然受到患难 可是我们人 有时要从正面看 要从后面看 后面看你会自杀 正面看你要想 神的美意是这样 所以耶伯后来摸到神了 为什么 正面看 神的美意 后来神祝福他 耶伯比他三个朋友 还认识神更深 有位 有位 这个弟兄 他见证这么说 他说他们家里 每到过年的时候 他们全家 全家 父母亲跟他的兄弟姐妹 不管你有另外一半的 有配偶的 全家都要到郊外去旅游 他说那一年真不好 真不凑巧 那年除夕的那时候 他太太生病了 而且很严重 后来医院大部分都下午都修诊了 怎么办呢 后来透过他爸爸的关系 找到一位朋友医生 给他掉点滴 结果医生给他讲 说你这个过年期间 大家都没有开 我跟你掉点滴 你在家里要好好修养 他就想说 过年期间 家里都出去 快快都出去 我要留在家里 看我这个太太 这已经够倒霉了 但是他说我太太 我必须要看 难得是 我必须要好好照顾太太 结果他在照顾太太的时间 他太太起床去洗碗筷 看到水龙头水管破裂 他不得不修理 他太太也在叫他 他叫他先生过来 你是男人啊 你来修理水管 这个水破裂啊 怎么办 他不知道 太太这个先生当然就 嘴巴旁大 就要去修理 可是心里就想 真倒霉 过年大家都出去 太太要我照顾 现在要水管破掉 又要我来修理水管 有够倒霉 可是他家里水管破裂 他不得不修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家的地板 都是用木头铺盖上去 就好像日本的榻榻米 那个木床在里头 水管在下面 躺过你不给水管 把它修补好了 那个水露出来 你那个木板 好的木板 就满了就腐蚀掉 就全部浪费掉了 损失很惨重 所以他就把它修理好了 修理好了 他过了中午以后 他太太病情也比较好 他说那我们可以出去了吧 他太太说可以 我们就出去 所以他带他太太 水管的修理台 太太也比较好 就带出去 跟他爸爸 跟妈妈 跟他兄弟姐妹一起会合 他在路上 他碰他爸爸妈妈 跟他兄弟姐妹 就讲他今天这件事情 他说有个同意 今天 昨天太太这样子 今天早上 他在洗碗的时候 发生水管破裂 我又修理这个东西 他爸爸就告诉他一件事 感谢神 今天信归你在家 信归主耶稣到你会修理 因为你平常做办公室的 竟然你今天会修理水管 不简单 你看 我出门的时候 忘记告诉你 我们家那个厕所坏掉了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厕所 水管整个封死了 所以木头都盖在上面 从外面就是这样子 假如今天你不在家 那个漏水店 跑到这个厨房 这边洗碗筷 这个水管破裂 整个房间脚都淹了 你看 不只厕所 厨房跟这个房间 地板全部淹掉了 那木头就手坏掉 损失惨重了 你看 这不是神给我们好机会吗 他就想到这一节经节 他说 万事互相效力 你是要从负面看 还是从正面看 感谢主 今天我照顾太太 也把这个水管修理好了 感谢神 因为我爱神人 爱神得益处 所以有时候 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 困难发生的时候 请问你 你是用正面看还是负面看 建议你 用圣经这一节经节 来做自我免疫 来做一般行事 从正面来看 我另外再讲一个见证 最近 我常常听这个见证 这位见证 是我首领一个同龄 他说他在去108年 他太太在108年午夜 他太太检查出来 罹患了乳癌第二期 他说他太太每年都做这个检检 就是107年没人去做检查 所以108年 他太太在车场 在跟他讲说 我去了没有做 他先生说 这样没有做 那这样好 我们一起去 现在去检查一下就好了 没有什么问题 结果呢 他一上去以后 一般检查 有没有问题 就很快就下来 结果检查下来 医生说叫他先生上去 大事不妙 什么事情也要先生上去 所以医生说 为什么叫你上来呢 告诉你太太 干脆两个一起说 免得第二次再重务再讲 所以让你上来 你和太太 听我们检查的结果 他现在是乳癌第二期 看你们要怎么样 就告诉 后来他在赵医生 只是就住院怎么样 做进一步的化疗 怎么行 就做了 因为他大概105年 他就退休了 他本来是想说 退休的时候 好好去周游世界 以前在105年之前 做很多教会的圣工 也曾经当过教会的负责人 所以他觉得 做这个负责人或器长 他以前在105年以前都做过 所以现在呢 要好好利用退休的这一段时间 好好周游世界 好好 没想到呢 不是还有 假如负责人要他接生工 他说你请你给我牌接待 车馆跟司机我都可以 因为他说做这种圣工 都不用动脑筋的 做负责人 做器长 团器的器长都要动脑筋 要排课 要请人家 有时要得罪人家 我不要做这种 我只有那种 只是接待人的司机 车馆跟接待 他被后面一台 冰室的轿车从后面给他撞起来 结果人被撞到离开 他前面跑了差不多七八十公尺远 大难不死 但是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 他说他五月到七月 就是好好照顾他太太跟他女儿 他们家里都结婚 就只剩下这个女儿没有结婚 跟他太太 他照顾他太太跟女儿 他说说从五月到七月一直照顾 一直照顾到十月份的时候 开始有时候他开始咳嗽 咳嗽 他说大概比较累一点 就咳嗽 结果咳嗽了三个月 十、十一瘦到三 后来他的太太 她说你开始去检查看看 为什么咳嗽那么久 你不要老是说你是过敏 或是说感冒了 没有了 也没有这么久了 该看医生就去看医生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好做一个检查 不检查还好 一检查以后 那天去医生就告诉 医生很正宗告诉 他说 这告诉我们这个同仁 他告诉他说 跟着我们的检查 我告诉你 你要赶快住院 你要告诉你家 你赶快 你今天就马上住院了 他说到底什么事情 不是说会员吗 他说不是会员 是会癌第四期 他听到这个情形的时候 他一时无法接受 因为他本来 因为他在五月跟七月发生 太太跟孩子发生这个情形的时候 因为每三年负责人要改选的时候 都是在公文来 都差不多五六月来 叫你要报到区里 差不多十月或十月要报去 总共到十二月底要审查 他那时候就是 后来他太太女儿发生 那时连续发生 接触了这些不意外的事情以后 那一年的八九一的传道 就鼓励他要来接负责人的工作 他说他想的结果 想的结果就是因为 可能是逃避做胜工 所以他就接了 他说好那我就接了 他没有说 就只要坐在车馆接送司机 他没有 他就接了 结果他答应接了 确定的通过了 总部也要审查的时候 他哪里知道说 他这次来十二月去检查 医生给他告诉他忙住院这件事情 他心里就一时无法接受 他给医生讲说 那是不是等我回去 让我家里 不然我行李要带过来 不知道怎么马上住院 他就回去告诉他家人 他自己的东西带过来 他说 本来当初不太能够接受 但是现在慢慢回去 一个礼拜 慢慢心里慢慢平静 他问医生 请问医生 像我这个病情 我这个肺癌第四期 我的存活率是多少 医生给他讲 一般说起来 第四期的存活率是 是六个月 假如像一般的 这个看起来 有的可以活到五年也有 不过总平均起来 应该是三年左右 是大概 他们知道说 依他们统计 这样的数据 是这样子呈现出来 但也不见得说 一定就是三年 也不见得 可能或多 也不一定 他说大概知道 这种事情 他又回来 又赶快 怕耽误胜功 他回去就赶快给传导讲 传导 你要赶快再换人 因为我不能做了 因为我请他讲过 他的慧爱 第四期的事情给他讲 传导者听到 当然 他真的重病在身 当然不能让他再接了 赶快再临时 再赶快换人 所以赶快换个人 后来他在 醒思 为什么我会接连三 发生在我的 我的子女 跟我的亲人 跟我自己本身 而且一个比一个严重 是什么一个情形 为什么会这样子 情形发生 他想到老半天 他后来说一句 他说我要 我要向各位讲一件事情 教会有功 请你做的时候 就是领受恩典的机会 你千万不要逃避 像我现在这个时候 我真的想做都没机会 我本来想说 孩子跟太太这样 大概我应该出来 可是没想到 现在检查出来 我就想做也不可能 所以他说 劝我们 你们在 有工作的人 我很羡慕你们 你知道吗 所以千万不要放弃 做胜共纪役 我也用这一件 这一件 见证来鼓励我们在座 也做自我勉力 也说我们做胜共事 绝对不推迟 你除了有重大 什么事你才说 不然你就接 你只要愿意接的话 主一定会帮助你的 你接了以后 主一定会祝福你的 会祝福你自己 你的家人 你想要不行 越做 神越帮助你 假如你不行的话 工作不下去 就像我 有见证说的那一位 幼年班班负责一样 他只有国中毕业的 竟然能够在班里带你 他有高中毕业 大学毕业的 这些同龄 他能带了三年 带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他愿意做 你只要愿意做 神会帮助你 让你做得更好 那你只要一直推 推到最后 恩典都没了 你知道摩西要出来做工 在出来基基那边以后 他出来做 神要他出来 他一直推指他没口才 推到最后 他的口才 恩典被他哥哥亚伦拿去 没有 没有 但也是要出来做工 也是要出来 所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做工不要推指 神疼你才让你有领受恩典机会 只要你推到最后 神还要你出来 你这种疼还要做 是不是很倒霉 是不是得不偿失 下午见证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唱诗